喂 检查钢板悬挂 收洗拉杆与差速高速 喷洒酒精 刚才下单的全新车桥已就倒过了 我们赶紧掉入维修车间 拖扇保管好 打开车桥盖板 确认内部零件运转正常 注入润滑质 安装并锁紧盖板 确保转动顺滑 继续做好润滑工作 插入车桥座 固定悬挂拉杆 小心的从预留口位 插入差速系高速 这是缓缓放下车尾 测试悬挂系统的水泵正常 再次举起车尾 安装四颗行星减速指导 套入刹车部 丁击的安装好插入模式 准备好需要的全新的滚台 测试动品后 转身后脱出车桥 并锁紧模式 这时候缓缓放下车尾 用最快的速度放到车头 确认其他车动中的工作 运行正常 检查完毕之后 缓缓放下车头 开始用车站 诶 啊